郵輪大火,二千多人大逃亡 皇家加勒比郵輪公司又有船出事 上星期五,載著2,200多人的海洋富麗號 在美國巴爾迪摩出發 展開加勒比海七日旅程 怎知前日凌晨2時多 駛到巴哈馬韋斯騰德附近 船尾第三層甲板突然起火 船員叫醒睡覺的乘客去甲板 還將救生艇放到海戒備 個個都怕會變成去年意大利郵輪歇和好的翻版 有小朋友嚇到吐,還有人暈倒 幸好火勢在2小時後受控 乘客都沒有大礙 但只有人在逃生時扭傷腳 由於船尾幾層甲板都燒焦和水浸 結果要中斷行程 船公司要向乘客退款 又安排包機送他們回國 至於為何會起火,當局仍然在調查 其實首船最近才用了3億7千萬港元翻身 今個月初才恢復服務 而皇家加勒比郵輪公司也不是第一次出事 2月就有手郵輪機防著火 失去動力 在海上飄浮了5天 沒有水又沒有食物 乘客都很不滿